抱歉啊,突然间断掉 所以last three parts 我们来进入就是这一个 Combustion 所以这个Combustion呢 它其实就是会有一些些的 条件哦 只是在我们的综合科学 里面的话 综合科学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会看 三样东西啦,就是可燃 还有它的那个燃点 OK,就是它的温度咯 所以我们就是会有这三个 OK,记得燃烧条件 我们有这三个 可燃,助燃跟燃点 就是燃点是指它的温度 这三个其中一个不见掉 它的燃烧就不会达成 因为都是它们的条件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Combustion它是什么来的 It's the reaction that occurs when the substance is heated in the presence of oxygen OK,通常助燃物 我们都是讲氧气啦 通常助燃物呢 我们都是讲氧气 因为燃烧的话 我们是真的是需要氧气的 OK,当然你就是要 heat到它certain的燃点哦 就是它所谓的温度啦 OK,它才可以燃烧 所以呢,我们的可燃物 就比方说有一些的燃料 OK,Fill 比如讲蜡烛啊 OK,那个石油啊 等等之类 所以这些都是它的那一个燃料 OK,所以呢 这里的话 燃烧 只要是我们隔绝 它这三样其中一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燃烧 所以我们来看 接下来另外一个又是什么呢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oxygen啊 OK,这个我就不讲那么多 这里的话 其实它就是会有一些些 就是它的证明 就是讲到 to prove that Fill, oxygen and heat are needed for combustion 所以这里的话 size里面呢 你们必须要记得 这三样东西 我们有Fill 有Oxygen 跟Heat 这三个 只是在综合科学里面 我们就是会讲到 可燃 祝燃 跟燃点 只是英文 我们是 Fill, oxygen 跟Heat 所以你要背下来 OK,就是F-O-H F-O-H 所以我们英文 就是会有 F-O-H F-O-H 燃料 OK,我们就是会有 glass rod wood candle stone 等等之类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 知道就是 Fill 这个燃料啊 我们就是会有 wood 跟candle 不是Fill呢 比如讲 glass rod 跟stone 因为玻璃棒 跟石头 其实很难燃烧的啦 因为它们的那个 燃点 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你根本 烧不起它们 尽管你能烧得起它们的话 你是真的是需要 很高很高的温度 你才可以烧得起它们啦 所以它其实 这些都是它的燃料咯 Fill 就是wood and candle 所以based on your observation 它要你classify 哪一个是Fill 哪一个是 non-Fill 这个我就不讲那么多了 OK 所以 OK吗 OK吗 所以我还有两个slide而已 忍一下 要完了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再proceed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 就是它另外一个 要test什么 氧气咯 OK 所以氧气 其实更加容易test 怎样呢 一个是管着 一个是开着啦 就这样而已 管着 久而久之 它就是会用完那个氧气啦 所以蜡烛会怎样呢 熄灭掉 extinguish 就是我这个 extinguish 灭掉 所以你可以写 candle extinguish E-X-T-I-N-G-U-I-S-H extinguish 细灭啦 所以这个英文词 有时候 你要 会啦 会写啦 给你 不要讲 fire disappear 因为去年 我就是会有学生 写到 fire disappear 因为他不懂 extinguish 要怎样写 OK 所以 就 学好来你们的英文 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它就是讲 which candle burns longer 当然就是candle white OK 然后 what is the gas used during the burning of candle 所以你又说 oxygen 所以记得 combustion 我们就是会有F-O-H fill oxygen 然后 lastly 就是你的heat OK吗 heat 所以这个heat呢 就是讲我们所谓的 那一个燃点啊 只是英文 它们是叫heat 因为它要 到达certain的 那一个温度 它才可以燃烧得起 OK 这一个也是要based on 你们的燃料 这些燃料 如果他们的 那一个所谓的燃点 实在是太高的话 你是烧不起来的 比方说 glass rod跟stone 燃点很高 就是它们的熔点 或者是沸点 它们温度实在是太高了 千多度 有些千多度 有些急 有些五百多度 你都很难燃烧它们了 OK 所以这一个 我们讲 do both match sticks in night why 所以一个是label的 matched sticks which has been stored inside the refrigerator 另外一个是没有了 所以p的话 就是放进去冰橱里面 q它没有放进冰橱 OK 所以我们再来点 那个火柴啦 所以b很难点 因为太冷了 然后q呢 可以了 因为它还 是在室温里面 所以这里我们就证明 heat is needed for combustion OK吗 所以如果OK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啦 因为其实 我这一个章节 我预测是要用到两节啦 OK吗 可以吗 所以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这样啦 哦 还有什么问题 等下你们11点 不懂有节啦 只是我就尽量快一点 然后让你们休息一下咯 毕竟看computer太久 我自己的眼睛也会痛啦 因为刚才我9点那边 有刻的缘故 OK 是OK吗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我们今天就这样啦 OK 今天就这样咯 所以就记得准备你们form3咯 所以我们过后会用到啦 OK 今天就这样咯 好 所以我们就明天见啦 明天11点啊 记得明天11点啊